大家好 我是丑夫 今天是元宵节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然后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我在电脑店当学徒的一个经历 上期也说到了到最后我想开奶茶店 然后就辞职了 然后讲到开店 这个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自己开店 我相信大家第一次开店的时候经常会喊上身边的朋友或者同学 我也一样 我第一次开店喊上我的两个同学三个人合伙 一个是在报社上班的 还有一个是自己办企业的 然后他们经常忙的时候 或者有特别需要三个人同时决定的事情 然后我们才碰个头 所以合作的也蛮愉快 这里就顺便说一下关于合伙 对吧 我相信很多人开店都是几个人合伙的 合伙呢 起码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 还有呢 最好是比如说一个对内一个对外 这种合作是比较愉快的 如果两个三个都参与到一件事情里面去的话 很容易再好的朋友都会发生矛盾 接下来我们就去找店面 然后去加盟 我这边前两天过年的时候 不是不能出门嘛 然后就在家里收拾房间的时候呢 找到了这份当时的接客的加盟的合同 这份合同居然都还在 上海接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当时签的合同 然后呢 这边呢 还有当时我们卖的时候的一些杯子 当时这种杯子呢 也是蛮精致的一些杯子 上面看接客的 可能谁都会有想当老板的一些想法吧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呢 是没有准备好的 呃 当时呢 去加盟 然后去学习自己做奶茶 对吧 然后找店面 然后店面呢 我们当时租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女人街 上面呢 各种买服装的 人气也比较旺 然后一个超市的门口吧 然后面积大概就七八个平方 八个平方左右 房租也不便宜 反正我们总的总的投资下来 反正应该是18万吧 好像是投了18万块钱 然后前期呢 生意也还不错 因为人流量比较大嘛 那当然当时的时候没有什么外卖啊 没有什么平台这种东西 呃 就是纯门店客人的一个生意嘛 然后 呃 也还行啊 但是呢 好景不长 呃 我们当时开了大概半年多吧 前面半年都还好 然后 后来半年多的时候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是08年 出现了一个三聚氢胺 那个奶粉问题 是懂的人呢 都知道那个奶粉跟我们奶茶呢 不是同一个奶啊 但是不懂的人呢 就是听起来都是奶粉 都跟奶有关系 所以呢 从那时候开始呢 就 生意就一落千丈 然后呢 我们就考虑 呃 转让 呃 反正到一年左右 转让了蛮久了 反正后来 我们投了18万 大概转了9万块钱 转出去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一人呢 亏了几万 但是他们也没说什么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 就是这整个操作 是我在操作的 我心里也不是 也也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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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不好意思 呃 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的 呃 第一次开店 也就是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啊 呃 这次失败呢 给我的教训就是 呃 什么呢 就是 别人好的 生意好的 或者别的区域 别的地方生意好的项目 不一定在你这边也同样能好 呃 可能大家都知道奶茶 这个行业 很多时候 哇 我有可能是 人家请的那种拖 在那里排队都有可能 所以说当时呢 我只被这种 就是被这种表面的东西呢 给 门闭了 哈